根据一间研究公司的报告 全球人面变色市场的产值 预期会由2017年的40亿5000万美元 增长至2020年的77亿6000万美元 复合年增长率接近1成4 不过报告也预期 增长主要是来自政府 将技术用在公众地方的保安监控方面 在香港也有保安公司 利用人面变色技术开发保安系统 先在镜头前拍张照 输入系统 再设定属于哪个安全级别 人面变色技术 我们配置了一些警报的装置 白色就不在系统的资料附近 绿色的资料已经在资料附近 红色是特别我们需要关注的人士 当红色框一出现 这套人面变色系统会立即发出警报 防止有游走倾向 或者患有认知障碍症的老人家 擅自离开院舍 可以偵測的范围大博去到这个位置 即到离近桌口两三步的位置 因为不可以太远 在这个院舍来说 因为他们有时会利用这个位置 远又会去吃饭或者有其他的活动 可能我们会利用一个低一点的装置 附近一些老人家可能会有寒陪的情况 这个防走失系统是这间做开压运 和保安服务公司的产品 使用来自欧洲公司的人面变色技术 开发了这套保安系统 给老人院或者是日间护理院使用 不用用传统的电子手带 避免遗失或者是无电 而且系统自动变形容貌 操作简单 看好对院舍会有吸引力 可能在院舍工作的人士 可能他们学业水平未必太高 他们会比较抗拒一些新的科技 假设用其他的生物辨识工具 比如是手指的植物 他需要一个基座去处理这件事 人员识别技术某程度上 只需要一个镜头 只要院友在镜头下面经过的时候 就可以辨识到它 所以在院舍环境里面 相对来说是比较适合一些 还有我想在趋势上 这些技术已经去到 相对比较大众化的价钱里面 企业可以去接受的 系统基本设备包括高清镜头 和一套可以处理图像的电脑 费用大约是十万元 在前年推出市场 现在有八间院舍在用着 他们坦然 和院舍介绍产品那时 并不容易被接受 要详细地解释 如何处理收集到的容貌资料 我想人员识别技术 某程度上牵涉到摄录机 而在安装摄录机的过程里面 这个是相对比较敏感度高一点的动作 所以在推动这件事情上 会有多一点的难度 在老人院或者院舍里面的装置 基本上是不对外的 是一个closed system 尽量是不需要和外界有任何的接触 只要能够很正确地 告诉你的顾客 或者你的visitor知道 你是在做一些不同的数据收集 做一个有责任的持份者 我想市场是开始慢慢接受这件事的 by bwd6